… 裡面冷氣太冷,真的很突典 那兩個膠紙在這裡,吃嗎 吃膠紙 你覺得很可愛 對… 我又不覺得很可愛 好像現在拉你 但摸的時候,它有一隻毛神神 對 為何抹走 抹走… 這集賓館沒有價錢 你知道嗎 很有價錢 我喜歡吃煮的,煮得很好吃 姐姐,你在吃甚麼 我在吃桌子 人們說吃桌子會聰明一點 哥哥,你不吃嗎 你不吃,我看不到你真的咬桌子 為甚麼?桌子真的有很多纖維 我已經吃飽了 你吃甚麼 我,口淡淡 我吃了自己的右手而已 是嗎?讓我看看吧 對 整個神雕俠女都是這樣拍的 對 我的右手不見了 不如我看看你的右手吧 八婆 不要 我吃了錢 我吃了錢 今集我們要說的就是飲食的怪癖 大家有看過甚麼很奇怪的飲食怪癖嗎 我曾經看過一個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看到我… 這樣嗎 真的是黑妹 她是很肥的 你以為她吃糖還是甚麼 誰知道她說,來吧… 她帶大家進入鏡頭 攝製隊進入她的房間 來吧…這是我最愛的 她就擠了一張被子 擠了一個床單 她看到一張床褥 我以為她把東西藏在床褥裡 然後她再揭開床褥的布 一拔出來,拔裡面的海綿 就很怕了 然後這樣撕出來 這很不錯 一直這樣吃 她真的生肝不斷吃 但她是這麼胖的… 當然是生肝不斷 你想海綿怎樣熟化 對… 你有理會 其實為何她很胖 她就是一隻無公仔 對 因為她進入那裡 全部都是海綿 我真的會去的 有這麼說 你們覺得怎樣為之飲食的怪癖 剛才吃海綿的不算了 你知道嗎 是 不怪的 因為在我心目中飲食的怪癖 其實她可能很簡飲宅食 為何我們會開這個主題 就是導演說 她發現阿祖經常常吃很多東西 都不吃 即是把梅帶列出來 然後把梅帶列出來 她說這個不吃,那個不吃 你吃不吃的 生蕃茄不吃 我未至於不吃 但我不喜歡 香蕉不吃 香蕉真的不吃 榴槤不吃 那天我吃榴槤 我只吃漂亮榴槤 其實我小時候真的會吃怪癖 因為我只吃雞蛋和豆腐 但為何會只吃雞蛋和豆腐 我最喜歡 每一餐只要有雞蛋和豆腐 我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真正的飲食怪癖 就是他們會吃一些不是正常人 或者大部分人喜歡或會吃的東西 甚至可能正常人吃的東西 但他們吃的方法很不正常 例如呢 譬如大家吃蓮蓉包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樣 我喜歡把皮撕掉 撕掉皮 我會吃光了 撕掉皮 然後我會撕掉皮 吃完皮粥 我會摸它 你覺得很可愛 對… 我又不覺得它很可愛 我好像現在拉著你 但當時有毛巾巾 對 因為它滑皮撕出來吃的時候 有一個口感是你一起吃的 而是沒有的,就是煙韌 瘦土也有一層皮 對 我看完立畢小生吃鯛魚燒 他用筷子撕掉鯛魚燒 然後撕掉所有東西 我不知道為何我每次都是這樣吃 我用筷子在屁股上撕掉一個洞 我知道了 然後它好像撕掉出來 便便的撕掉 撕掉它 你先拙掉了蓮蓉的 alles 有沒有些拙掉,然後牠要先嘗上 因為我覺得第一口咬下去 只是薄麵包,吃不到裡面的餡 你就可以確保 第一口吃的瘦土就是吃裡面的餡 還有這樣說 BabyJohn所說的那種飲食貝皮 譬如一個腸仔麵包 正常的方法就這樣吃 有些人則不是 他們喜歡吃細了軒的香腸 然後才吃的麵包 我反而變 吃白衣包,是要吃完整ш盒 剩下最後一條腸 我接著會做甚麼 不是先吃腸 扔了一條腸 是那條腸會有些包黏著 我知道 我會先剌裂 我也會剌裂 剌裂那些包 然後含著腸,咬一點 但不要咬斷 她真的有問題 她很激動 然後把那些包拉出來 我知道我不太喜歡吃麵包 我經常會拔掉腸出來 但我不喜歡它光 我喜歡有些包的皮黏在上面 我一定要吃 這樣吃 你會有這種類型的怪癖嗎 有 我吃薄餅,喜歡先吃外面 真的嗎 手拿著邊 我喜歡先吃邊,然後才吃進去 因為你開始時很肚餓 是 肚餓時吃甚麼都不介意 吃包邊 吃包邊 吃完包邊後,一吃下去 每一塊都很多菜 最後是最濕的那塊 鹹在嘴頭 不,我喜歡在尖端上吃 我是正常的 吃到包邊 我就不吃包邊 你很擠得 對… 我覺得好吃也好,也要吃 但有些人說 為何蓮蓉包會有撕皮的習俗 真的有,原來是以前的老人家 因為以前做蓮蓉包的點心師傅 在做蓮蓉包的時候 他要在皮上噴一點水 令它濕不乾 但他們說以前的麵包師傅 真的會把口水倒進去 有這樣的說法 傳酸 所以老人家… 像鴨倫碰爪 那些都是傳酸 所以老人家說拿了蓮蓉包 就要把皮撕掉,不好吃 只吃裡面的 我最喜歡撕完後摸一摸頭 很變態,你還要洩換它 不是洩換 不如我們… 我沒有換它 不如我們今天玩一個遊戲吧 甚麼鳥花燒 你沒有試過把燒賣和炸雞塊 先讓我坐前一點 撕掉皮才吃 撕掉皮還要吃嗎 你喜歡 吃快餐店也要吃得像薄餅 要吃兩小時 剛才阿祖一開始有說的 其實有一個學名的 甚麼 你那種叫做義食癖 是… 有些就是… 我們先等我 叫做偏食 有些東西我不喜歡吃 有些是真的怪癖 例如我喜歡撕掉陳皮才吃麵包 就像我們這些,叫做飲食怪癖 你知道我有聽過人說 那間快餐店… 算了,我們還是不能出發 因為說出來 可能會被大財團告我們誹謗 你確定你這句話 你也要繼續說嗎 我們要… 我覺得剝燒買皮這件事是低能的 對 我剝了一會,但我放棄了 我們已經吃完了 對,吃完了 他還在剝,你看看 我想嘗嘗,真的要剝一朵 對,剛才吃了一朵 我們很乖 吃了甚麼 不是,剛才在更衣室時 不知道是否冷氣太冷 然後很突然 然後我拿了兩張膠紙黏著 你現在黏住了 然後黏住很不舒服 膠就開始吃了 兩張膠紙在這裡,吃了義食癖 吃膠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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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塊膠紙嗎 像磨砂的顏色 一半 有很多食物 有很多,我拿不完 有甚麼東西吃 Gabby,你幫我拿個包 甚麼?生雞蛋 不是… 阿祖的腳趾,把我拿出來 我問答應是否 是,我會承認 是 很大的味道,是甚麼 我先拿點餐具 等等… 這些東西要餐具嗎 不是 你那兩粒東西拿出來吧 不好意思 今天吃甚麼 你看他的樣子… 是否厲害… 你是厲害的 你拿到那兩粒東西拿出來 對,我買了 為何我的膠紙會拿出來 冷靜點… 我們先介紹這個 這個是緬甸的餐廳,在中環 其實這道菜是用茶葉去炒的 好嗎 這個要灑點下去 灑點下去,然後撈均勻 限制原味 這個一定是茶葉 對… 然後倒入這個醬汁 酸酸的 拌勻 拌勻 全部拌勻 拌勻 好,先拌勻 我覺得… 我想嘗嘗茶葉是甚麼味道 這個好像沙律一樣 你嘗嘗就這樣吃茶葉 你覺得是否符合 有一點 少許 很輕微… 挺有趣,但又不可以說是 很好吃 很好吃 味道挺特別的 對,特別 這兩粒東西 你為何軟那粒 不是,我問了 你為何問我那粒東西 我問一問 不,因為今天要說一些 怪癖或人們未必會吃的東西 這是印尼和馬來西亞才會有的黑果 有一天我去餐廳吃 餐前有些麵包 他拿了黑果麵包 連這些都放出來 有些醬 原來這隻的黑果 本身是有毒素的 像日本河豚一樣 有毒素的 我不是毒死你們,你不用害怕 但要怎樣消除了裡面的毒素 就要浸泡三天三夜 再看看裡面有否那種可可的味道 如果有的話 那種就可吃了 那這盒醬呢 剛才有馬腳甲泥的味道 就是他開出來後吃的醬 為何有麵糞醬的味道 你試一下就知道 這也是我黑果製作的 對,黑果製作的麵包 你試試 你覺得這個醬有甚麼味道 不是有可可的味道 麵糞 不像… 不像嗎 不像 我覺得表麵包比較好吃 好像那些羅漢果 坦白說,我覺得這個醬 我可以不行 但麵包不錯 對 麵包是好吃的 對… 真的嗎 對 你們不喜歡這個醬 坦白說,真的不會吃 真的嗎 弟弟不會吃 還可以 放心吧… 我下一節 我做另外一些工具給大家吃 我們用一些五金普買的食材 煮給大家吃 很可怕 等著來吧 到第二節,我也挺期待 你真的會做甚麼 你會做一個牛油炒膠煎 還是冰糖焗匙羹 可能吃膠羹 不會… 我們今天吃工具 工具 我們吃斧頭 怎樣煮 斧頭多數是先煎後焗 因為斧頭比較厚 很棒… 很棒,我們很久沒吃過了 對 這塊不便宜 好,很少… 這麼大手筆 很少 沒有辦法 因為我上次跟他說 我說我們真的要想一些 吃下去的效果,很震撼 我們是為節目著想 對,純粹 純粹為節目著想 你現在是… 其實剛才我把粗鹽混合 甚麼是泥沙 是泥沙 我找了一個紅磚 一直找個炒烈,炒了它出來 其實粗鹽加紅椒粉 再加一些黑胡椒粉 煎香了,我就放進焗爐那裡焗 這個厚度也要焗好一會 看你想吃多生 關於吃肉的時候 你不是有不同熟的程度嗎 對 然後… 這也是一個飲食的癖 有些人可以吃得很生 是… 血淋淋,基本上…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有些人生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還可以生一點 已經沒有煮了,說要生 如果我通常去餐廳 我真的會問他 師傅推薦是多少 這樣又不得大體 對 又最穩妥… 對,師傅推薦是多少 我認識一個人 他可以給大家一點推薦 如果大家喜歡吃鐵釘的話 小時候讀書… 說完虎頭後,你說鐵釘? 對,是釘書機那些 那些真的按釘拿出來的 這麼好 拿出來的那些 好,他說原來鐵釘的糖度 還有苦度是有分別的 他吃過日本的鐵釘 日本的鐵釘只是吃身體而已 日本的鐵釘說是偏苦 糖度不夠 哪個國家的鐵釘比較偏甜 或是比較平衡 他也沒有說 但你知道他吃鐵釘吃到… 因為後來他再吃另一種東西 開始吃圍棋 甚麼 對,有磁石的圍棋 說吃不是只放進去,是吞 結果… 死了 他去安檢的時候也會響 而且我想他小時候吃這麼多鐵釘 那些鐵釘都是金屬 那些金屬也會響 這些很可怕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將它進爐 O.M.G 很開心 很開心,吃火頭原來如此開心 很棒 好了,我們可以專心聊聊天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最近去一個主題公園 我去看一隻雪糊 不斷咬自己的毛,然後吃掉它 那一刻我想的是它是否有病 吃毛髮,其實之前也有一些… 別以為我叫它做義食癖 普遍來說,很多人都是 有時小朋友也會有 可能是因為媽媽經常說她 經常不開心 然後她不知為何會一直吃自己的頭髮 你說吧,你的經歷 我們願意聽 我媽媽沒這樣對我 你看她這裡沒了一塊 小時候有很多陰影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Hailey 歡迎Hailey 打格仔… 對了,我12歲了 先休息一下 我住在浙江 然後我媽媽經常對我不好 挺好的 小朋友其實在小時候 遭遇了很多不同的欺凌 希望大家可以慷慨解囊 把捐款捐到以下的電話號碼 我現在吃了頭髮已經吃了 不是真的有個小朋友是這樣的 你小時候有吃過不應該吃的東西嗎 身體的部分 我試過吃拆指甲肥 不是,我可以說是身體的部分 真的沒有 有,我認識有人是怎樣 是咬手指皮 咬完之後很喜歡口感 咬完之後就直接吃 對,挺清爽的 不是清爽的,很Q彈的 你好像吃開 很重要,Q彈 Q彈,對 可能你的朋友是Q彈 他那些是清爽的 清爽的 是不同的 看看是甚麼 我先把材料拿出來 當然,這個要拿出來 放在箱子裡休息 對,要休息一下才是 休息完 不然就血流成河 你前面準備了一些… 韓國的食法 是韓國的食法 對 有大癮 韓國小肉經常有這種類的食物 因為經常都說… 好像健康之一 要在美食和健康之間 得到一個平衡 真的嗎 你剛才問有否吃過身體的部分 堅文王,我們的監製 他說他小時候喜歡喝鼻血 即當流鼻血的時候 他很喜歡向後… 不用,向後撞 鼻血倒流 有點腥 其實如果你說怪癖 我想起一個 當時我拍攝《姐叔一宵》 我們要去拍攝清遠的酒地雞 當時有一個工作人員 他… 工作人員就在說 一會兒進去 我不會走過來 我不會看見雞 即是地上滾滾滾滾滾 你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不能碰滾滾 你真的不能碰滾滾 不能碰滾滾 你碰滾滾,不是不能碰滾滾 不是… 即是那隻雞在跑 他已經在… 有隻雞,然後跑 真的會這樣 通常有陰影 可能小時候被雞嚇過 可能被雞追過 或者被雞撲過 不是被雞騷過 對,也有可能 所以他就很害怕 便宜一點,四百萬元 百萬元 然後不斷撩他 然後他害怕了,對吧 看到照片也不可以看見 他看到就會… 這張就是那張照片 我爹的那裡 我那天就看到這張 他這樣指,但不可以看下去 看來很大陰影 甚麼?其實Crystal也有這種情況 他不見得生果 對 這件事,我跟他上次在台灣工作 我想買水果 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很怕水果 他說甚麼水果都害怕 對… 甚麼水果都害怕 他有些比較好 台灣有些水果車 對… 我去挑選水果 在挑選的時候 例如這張是那張水果桌 然後我在挑選水果車的水果 他站在這裡,還要不看 你挑選後,你過來找我 我在這裡等你 他真的這樣站在這裡 我說你會看到有甚麼反應 他說他會嘔吐 對,他會很不喜歡 但譬如我們… 因為我們有時會一起慶祝生日 切碎在蛋糕裡 在裡面 它會比較好 如果整個招呼吸起來 他很害怕 他好像特別害怕招呼 我沒有記錯 昨天你買了火龍果的飲品 對… 然後他聽到火龍果的時候 他好像聽了不知道甚麼 像驅魔那種 但譬如他看到… 像那些東西一樣 他看到火龍果汁 很大反應 但他看到火龍果汁 他沒有至於那麼害怕 當然沒有至於 因為他也沒有看過你的火龍果汁 不是,我後來拿著火龍果汁 在上面的忌廉飲品喝 他沒有東西… 他沒有東西… 但如果說整個完整個 可能他就不行了 在不同形態 他有不同的接受程度 其實我想他們也解釋不到這件事 亦有人說… 例如你吃薯片才算 通常你吃薯片 你很喜歡摸摸 然後損一下手指或粉 有個女生不斷損… 損的時候也不損 直至她男朋友打算幫他抹手 一抹那天他就崩潰,罵他男朋友 原來他不斷損的原因 是希望儲存一下 把那層粉越醋越厚 一次過舔 很喜歡 即是一抹手指 對 即是突然…你吃一口,一抹了 他…為何要抹走 為何要抹走 我們很久了 這樣… 這集崩潰… 這樣才是崩潰 這集崩潰沒有的價錢 你知道嗎 我明白 這集崩潰沒有的價錢 你知道嗎 沒的價錢 上次有,我已經加了 這集不是崩潰,當然是吵架 這不是劇情需要,是你自己的 你早響吧 我打算… 你不早問,馬上收拾 對 剛才Krid說起水果的事 我想起我小學有一件很無聊的事 那些女生說 你試試士多啤梨的味道嗎 我說我今天帶了提子 提子應該挺好吃的 你試試嗎 好,一起試吧 那天以為她在吃糖果 然後那女生拿著一個粉紅色 一個紫色的拆膠 在桌上不斷拆 拆了一些有香味的拆膠碎 然後搓到一顆粒軟 然後在吃 我有試過吃 吃拆子膠… 甚麼 小時候 然後覺得經常拿著拆子膠 很香 你好像說小時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不是,你對很多東西會好奇 我們有很多小朋友看的 不,記得不要吃… 真的不要吃拆膠碎 但當然不是很喜歡 不是上癮的那種 那你就是叫它撕掉 這批人有多少人撕不掉 這批人有多少人 你有看到圍著很多工作力圓嗎 越走越多 越走越多 還圈了 平時說說多一兩個見聞 對 很足夠 你看,攝影機越來越接近 對 不,在推過來 這次攝影機越來越接近 所有人都越來越接近 我以為自己近視那些… 有時馬上說 你不用那麼接近 不用那麼接近,有時馬上說 對,我們結束而已 我們結束了,對,好 最多一集再來,好 下星期見 是,好 一人讓一步…